各位观众朋友来到 我是可嘉祖 欢迎收看 十月二十八号 礼拜五的南岛新闻 第三份究竟过渡一个进班 今天再去选择 进步一间 在病基头提救命运 跟手机的案件 五十八回合适的险战 可以说是相当的赶紧 在环境中 是不断来变化 交通通过 让健康在对着过程中 是增加了没出的抗减 你说起来真正是策略 因为这普案的环境 竟然是嫌疤 拿别人的手机来 却却到自己的胸皮 让健康是顺利这种嫌疤 代表拘案 感谢去外面清楚却到 这位老到白头 掛到靠欧美男主 幸运是相当奇怪 这一边一日后 是四个早起 好淘汰的东西的北方 没落到这一日后 就这一边一边来面 等到被海人睡到等到面的时候 顺利淘汰的金钱和手机 经过京方到日的对中调查 在今天才去宣布 顺利中好生的嫌疤 代表拘案 经追查比对发现 住在埔里镇的核性嫌疤 涉嫌重大 在于昨天 向他具体导案 并发现他涉嫌 全省性的一个各大医院的窃盗案件 五十八岁的核性嫌疤 可以说是相当严厉 犯案之后是一日外交通干枯 何京方一度很难队 想不到最后是在地被海人的手机 就因为拿被海人的手机 来宣布 所以不知道 商品会主动通到网络上 他确取被案人的手机以后 自行自拍 那这个影像 回传到被案人的信箱 那被案人提供给警方 要做一个一个比对 那犯嫌盗案的 无法缴赖 那来坦承 那全员 依缺盗案件 依送兰头地检署侦办 有了更清楚的嫌疤相片 京方早上起来实际更顺利 经过早上后 京方也发现好事的嫌疤 在全台湾的各大便宜 都有偷偷的东西 目前所知道的 就已经有2、30件 和弦 涉嫌于台北市 桃园市 宜蘭县 彰化县 台中县 南投县等地 各大医院的一个窃盗案件 那目前我们掌控 約有2、30件的一个切案 目前持续扣大追查中 全员也依照窃盗罪 最后宣相反 依送兰头地检署侦办当中 去山本局也有民族 中央的东西一定要保管好事 尤其在人来人往的地方 千万都要警察丁阵 以便受冲的案件再出发生 去吃王猪如敞博兜